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关于服装设计师出国培训的项目 我可以帮你报名哦 这当然是好事了 但是我现在更希望能见到崔教授 我妈她就在那儿也不会跑到哪儿去 但是现在她毕竟在气头上 过一段时间收回比较好 而且这个机会很难得 当设计师不是一直都是你的梦想吗 那我走之前能跟崔教授聊聊也行吗 我还没有告诉你 我妈今天去法国出差了 可能一去就要几个月 如果等到她回来 这个机会肯定就错过了 那樊心姐 你让我再想想吧 可以 但是机会不等人呢 妈 爸 干嘛 怎么回来了 航班没赶上 到了机场换登机牌的时候 你妈才发现航班号是517 她觉得不吉利 回来了 你也是的 是你买的机票 你买机票的时候看到那个航班号 你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吗 这个日子是你妹妹失踪的日子 你不觉得刺眼吗 对不起 妈 是我的问题 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周全 我看到时间合适就买了 没有考虑到航班号 对不起 我 我现在立刻帮你换一班 等一下啊 不用了 我不去了 妈 您别不去啊 您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而且跟姨妈都已经约好了 就改下航班很简单的 是啊 我就说了 这只不过是个意外 咱们改个航班不就行了吗 你说错了 这不是意外 这是上天在提醒我 叫我不要去 如果这次离开了 可能会错过跟我女儿碰面的机会 妈 没那么宣 你们两个不要再讲了 我不去就是不去 我现在给你姨妈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妈 出国念设计 这么好的机会 你怎么就没有答应呢 我眼下还是想先 还是想先见见那个崔教授 对不对啊 妈 你也知道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 我干什么都不踏实 每天都感觉 心里有一万只蚂蚁在怕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 你要是听到出国留学的消息啊 那肯定得高兴死了 可现在就因为一个 不清不楚的崔教授 你就放弃梦想了 更何况 他现在也不在 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冲突 我真不明白 你到底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你也觉得我应该去出国留学吗 嗯 姐姐 你应该去哪儿 哪儿 你也不知道